福布斯雜誌辦了個女性高峰會 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 他請來一個男人裝成女人來演講 是因為女人太差了嗎? 女人不像女人 所以找了個男人來當女人 如果我們的社會變成男女不分 對錯不分 會變成什麼樣子? 像一個例子 一名英國的女生哭著說 她自己以後再也不敢使用外面店家的更衣室了 因為裡面充滿著裸體的男人 但是就算這個樣子 她還是全力的支持男女共用的更衣室 廁所還有宿舍 各位聽的沒有錯 錯誤的事情正在被大量的鼓勵 但是正確的事情卻被全力的抹殺 各位有認為有比殺人更不該被原諒的事情嗎? 我個人認為是濫用神的名 但是因為我是個基督徒 所以我這樣覺得 不過大家應該都可以同意 殺小孩更不該被原諒 但是我們的拜登政府 真的就是跟撒旦簽的協議 還有我們的FBI 聯邦調查局 全副武裝拿著槍指著被害人 因為那個人犯的罪 是因為他是個 反對墮胎的保守派人士 我們的政府這次真的把靈魂賣給了撒旦 我是Eth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FORBES Magazine 福布斯 算是一個純粹經濟的雜誌吧 我蠻喜歡FORBES的 因為有關於很多財經 裡面有很多成功人的案例 還有方向 是個蠻勵志的一個讀物 他們舉辦了一個Women's Summit 女性高峰會 裡面就會找一些女權運動的人士 還有一些網紅 各式各樣有頭有戀的女人 女強人 其中一個被邀請的女人 是一個男的 叫做Dalen Mulvaney 這是一個男的 然後自認為自己是個女人 然後就在中國間諜APP上面爆紅 因為他很奇怪 他在抖音上面在說的就是 要怎麼樣當一個女人 是的 各位看得沒錯 這個就是福布斯雜誌邀請 來慶祝女人 宣傳女人的人 女人都該向她學習 女人都應該跟她一樣 有一樣的志向 這是一個女人 我今天是在夏天 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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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鱲 牠們 愛牠們 河 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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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他们心中的女人 一个男人无所事事的穿着胸罩 在公园里面跑来跑去 在那边爱这个爱那个 怕这个怕那个 然后不小心摔到地上 就需要人帮忙 女人就是这么回事嘛 对不对 当然不是 这是一个变态的男人 有着变态的性癖好 才会是那个样子的人 没有女人是这个样子 这样子的女人只存在在 日本没有交过女朋友的变态漫画家里面 才会出现 这样子的人要不断地强调自己是个女人 甚至要求别人认为她是个女人 甚至要女人都觉得 女人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会出现的男人 我会出现很多次的女人 我会出现了很多次 这周年 最常是一位 一位追求我上街上 在街上说 你会出现的男人在 TikTok 是男人在 TikTok 是男人在 TikTok 我会出现的女人在 TikTok 他们会出现的男人在 TikTok 后我回答他们 那是不太想念 那不是我的意味 我会出现的感觉 我会出现的男人 髮型的髮型 但仍然跟人們還沒有聯絡 我只是問一下 如果我能做到我身邊 讓你們更多看我女生 我知道這不是我的工作 我只是很興奮 你可以相信嗎? 對不對? 你可以相信 那個是個男的嗎? 我覺得 你只要尊重女人 你只要認為女人是有能力的 是美麗的 你都會厭惡這個樣子 整個變性文化 整個變性人全部都是在侮辱女性 嘲笑女性 我無法想像 為什麼會有任何的女人 支持這個樣子的事情 他們這群人是在說 女人什麼都不是 女人只是一個道具 一個裝扮 女人沒有任何的人格 只是一個萬聖節的角色扮演而已 可以隨時穿上 也可以隨時脫下 她這樣的行為 基本上不會被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接受 但是 我們的文化被衝擊到 變成 我們害怕說出事實 只要那些人怪到一個程度 我們就會接受 這樣子讓我想到 不知道幾年前 我還在看那個卡通 Family Guys的那個卡通裡面有一集 很好笑 很諷刺 但是 當時的搞笑卡通 現在變成了事實 對 我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 因為我說我是個變性人 因為我的性相有問題 我的性格有問題 性別有問題 我就可以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這是我的特權 然後 我們的社會 竟然在接受這一點 這個男的 竟然這個樣子侮辱女人 嘲笑所有的女人 我們應該要怎麼回應 現在很多保守派的人回應是 你不是女人啊 你看你的肩膀 你看你的下額線 根據性別的染色體 根據歷史的依據文化價值觀 你其實不是個女人 你其實是個性別錯亂的人 你需要幫助之類的 那他們會怎麼回答 他們會說 去你的肩膀 你的科學剛我什麼事 別跟我說什麼染色體 歷史文化 我就是認為我是個女人啊 我不相信神 但是我相信有靈魂 然後神把我的靈魂放錯身體了 是神的錯 我就是要這樣做 我就是要這樣 Who is gonna stop me 現在我們保守派 真正的保守派 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有沒有勇氣說 I'm gonna stop you 我就是不准你穿成這個樣子 這不是你的自由 我在乎你為什麼會穿成這個樣子 我會樂意的幫助你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 我認為所有的男人都有義務 不能有那個樣子的行為 我在乎你 我在乎你的感覺 我在乎你的未來 我會願意使用權力 迫使文化 把正常、正當、還有正義 還有這個國家的力量 來喝止你繼續這個樣子 我之前認為我是個傳統自由派的人 那些人想幹什麼 隨便他們 指他們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自由 但是 現在已經不是這個時候了 自由已經被徹底的扭曲了 只有男人挺直腰桿 說出事實 才有可能阻止這一切 我們要使用我們的權力 我們需要重新把妨礙風化 這個全世界都有的法律 重新執行 當一個男人有義務 有責任 要去幫助這樣子懦弱的男人 當一個人性別錯亂 跟一個瘋子一樣 當神經病的時候 我們就要用國家的力量 政府的力量 讓他們去接受正確的心理治療 他們在這邊 刻意的想要把男人女性化 刻意的想要醜化女人 讓女人變成男人 讓男人變成女人 前一陣子我的牧師給我看了一個影片 裡面的牧師說得很棒 他們在敬拜的神叫做Eastar 是復活節Easter的由來 Eastar是誰? 就是聖經裡面古時的老婆 寧露的媽媽 同時也是寧露的老婆 還有譚慕斯的媽媽 寧露跟譚慕斯都是太陽神 譚慕斯的生日是12月25號 有興趣的去看我的PHC 我之前做過一個影片 不過這裡的重點是 Eastar他的能力就是把男人變成女人 把女人變成男人 敬拜Eastar或是Semi-Ramus Semi-Ramus就是他還沒變成Eastar之前的名字 他們祭司就是穿著女人的衣服 去做這些事情的 很多人說這一切是世俗的事 基督徒不應該在意 事實就是 就算不是基督徒也會在意這樣的事 甚至左派也會在乎 因為這是很基本的常識 英國有一位女孩 基本上你看她說話的內容 還有她的穿著 她是一個非常左派的一個人 她在網路上發布了 她在無性別區分的更衣室的經歷 她在上面說 她非常支持這個方向 因為她很政治正確 她很有愛 她尊重每一個人 她嚮往自由 思想開放 接受多元 但是不管什麼 非二元的性別廁所 更衣室會帶來多大的進步 世界會有多平等 實際情況卻不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 但是, 確實中,是 我雖然沒有全身 我對不太補充 但我可以不太多 以為 我不是太多人 而且,我 會有兩人 既然是兩人 既然都會有兩人 既然都會有兩人 既然有兩人 既然有兩人 所以,不是 雖然是 你們在既然? 是一人 既然是 既然 我只想要說 要不要 請看 人在既然 如果你們 去換衣服 試試不去換衣服 我不會再做那一件事 我會想要拿它回家 然後拿它回家 這個女的說她再也不會 在外面的更衣室換衣服了 穿衣服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女人 會感覺到自己被逼迫 為什麼她連在買衣服的時候 我們常常做的非常基本的事情 都會感覺到被威脅 因為現在男人 可以在女人的空間脫光光 然後真的會去做這樣的事情 都是腦子有問題的男人 常常是腦子有問題到 認為自己是女人的男人 這些人有非常奇怪的性癖 跟性衝動 還有這些腦子有問題 而且有奇怪性癖的性衝動的男人 會在女人使用更衣室的時候 把他們的門打開 哇哦!好令人訝異啊! 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誰猜到這些變態會做出這樣的事情 對我來說 這是當然會發生的 這是必然的 我們要問我們自己的問題是 我們怎麼會允許我們的社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怎麼會讓我們的女人被其他男人欺負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接受了這些神經病的思想 那為什麼我們會接受這些思想 因為這些自由派的專家不斷的告訴我們 男人跟女人沒什麼不同 是平等的 就算我們看男人跟女人的時候有明顯的不同 不管是什麼種族男人或女人 都是有明顯的不同 但是我們必須要忽略這些不同 我們要接受他們這些天馬行空的想法 不然我們就是歧視 如果事實不符合他們的理念的話 這絕對不可能表示他們的理念是錯的 這表示我們要忽略 無視甚至拒絕事實的存在 導致女人不敢去買東西 不敢去上廁所 不敢把你的女兒單獨放在女性的更衣室裡面 例如像說公共游泳池裡面的更衣室 因為裡面有很大的機率會有變態的老男人 有各式各樣無恥的性癖好 準備要侵犯他們 那我們該怎麼做 我們要改變規則嗎 我們要站起來跟這些天馬行空的人說 他們錯了嗎 我們保守派常常說我們要廢除這邊的什麼 Gender Clinic 性別確認診所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我們要改變這些性別確認診所的運作模式 如果他是一個女人 他覺得自己是個男人的話 就送去女性專屬的性別確認診所 去那邊他們會幫他們化妝、打扮、穿裙子 讓他們看起來像個女人 然後教導他們女人應該是個什麼樣子的女人 如果說他是個男人 然後他自己說他自己性別錯亂 那就去男人專屬的性別確認診所 給他跟雪茄、穿上西裝 教他男人應該要怎麼走路 不要畏畏縮縮的 怎麼樣像一個男人 我們這個世代 的確是需要正確的性別確認診所 所以秦政國市長 11月到國會之後 請馬上開始寫這個法案 讓我們的男人更像男人 女人更像女人 保護我們的小孩 不要跟這個英國的女生一樣 被這樣公開的被侮辱、被性侵 All jokes aside 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糟糕 好像是一個左派、右派、自由派、保守派的戰爭 但是 其實這就是一個屬林上的戰爭 這個戰爭浮現到了現實當中 如果各位還沒有發現的話 屬於撒旦的拜登政府 正在攻擊基督徒 最新的攻擊事件是發生在 上個星期五早上 根據Lifesight News 當天有差不多25到30個 全副武裝的FBI探員 開著15輛車 衝進了一名叫做 Mark Pox 的家裡 當時他的老婆 還有7個小孩都在家 那些探員衝進去 手槍、長槍全部拔出來 指著他們一家人 那他的罪行是什麼呢? 他的罪行是因為他是個 反對墮胎 跟一個幫助懷孕女性 開導他們不要墮胎 以及幫助他們找到這個 母親跟孩子 都可以活下去的生活方式的人 他同時也會去墮胎中心前面抗議 然後讓那些母親知道 他們不需要殺死自己的小孩 就只為了這個人這樣子的行為 很邪惡嗎? 拜登政府跟FBI就決定要殺雞儆猴 在他全家面前拿槍指著他 而且逮捕他 我們來看一下 FBI說的內容 跟他太太說的內容有多大差別 FBI說 然後他們把他拘捕 然後把他拘捕 他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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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ces to Clinic Entrance Act 阻擋醫院門口自由法案 根據他的老婆 這個法案已經被當地檢察官廢除了 但是拜登政府不在乎這一點 拜登政府這幾個月對於保守派 基督徒還有反墮胎人士的攻擊 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頻繁 在那個報道裡面 這個Mark不想讓這個事情更擴大 然後願意跟FBI走 所以請他的老婆拿一件衣服給他 當他老婆從家裡把衣服拿出來給他的時候 他就已經被FBI裝在車上 然後抓去關了 如果有人認為說 我在這個影片上面說 撒旦只是為了基督徒的點閱率 只是一個形容詞 是形容很邪惡的事情在發生 我在這邊慎重的說明 不是的 這真的是撒旦的作為 拜登政府不只在那邊一直在做一些 撒旦教這些儀式 例如說什麼殺嬰兒 扭曲孩子的思想去變性 還有追殺基督徒 他的政府還真的有撒旦教的成員在裡面 帶著皮做的五角星就放在他那個地方 驕傲的帶著這個五角星 然後他這樣的人在我們的政府裡面工作 職位是猴鬥的緊急處理會員會的會員 所以我可以很確定的說 美國現在的政府政權是邪惡的 而且非常邪惡 而且我認為這些FBI的探員 不管是在道德層面還是私人層面 職場層面都是有罪的 都是幫助了這個邪惡政府 我知道FBI裡面也有好人 也有做好事 所以我每次講得非常清楚 而且要非常清楚的分開這些政治層面的領導 跟真正在執行任務的這些FBI探員跟國安部 這些探員不同 但是這個事件是不一樣的 他們這些探員是直接參與了這個邪惡的行動 這些FBI的探員不應該執行這個任務 而且這個任務是不合法的 而且是對平民的 甚至不是拜登的政敵 這些探員早就應該主動提出辭辰 他們早就應該要認罪悔改 然後請求這些家人原諒他們 這個國家需要認罪悔改 Ronald Reagan說過一句話 事實上就是 並沒有所謂的左派跟右派之分 只有上下之分 所以Joe Biden在他這個納粹行事的舞台上面說 我們在為了美國的靈魂打仗的時候 各位要了解的是 這場戰爭裡面沒有灰色地帶 只有上跟下 天堂或者地獄 拜登政府的選擇非常明顯 所以任何還有在支持 而且在追隨這個政府的領導的 甚至幫這個邪惡的政府在做事的人 也做出了他們的選擇 他們想要殺死小孩 變性小孩 奪走小孩的父母 他們想要做的事 是摧毀家庭 摧毀美國 摧毀信仰跟道德價值觀 隨著選舉越來越近 有另外一個聲音也越來越近 就是美國的內戰 很多人在猜是歐洲的戰爭會先打起來 還是亞洲的戰爭會先打起來 還是美國自己會開始打內戰 根據比爾蓋斯的說法 他這個人成功的 預測到了新冠肺炎的病毒 也成功的預測到了這個疫苗 預測到未來所有的人都會活在 虛擬的宇宙的這個眼鏡裡面生活 現在他預測 他不是在預測喔 他是在說 We are going to have a hung election and have a civil war 我們會有一個懸在空中的選舉 然後內戰爆發 他似乎知道什麼 但是在有什麼證據之前 這都是陰謀論 未來有空再討論 我們現在能確定的就是 在正義跟邪惡的戰爭當中 是不會有灰色地帶的 而且我們不能妥協 我們要跟隨耶穌 接下來迫害會越來越嚴重 接下來的文化戰爭 我們一定會被逼著選邊站 如果我們跟溫水一樣 不能也不熱 就會被神從口中吐出來 啟示錄三章十六節 因為神不會讓我們跟這些 FBI的貪員一樣 找同樣的理由 我只是聽從命令啊 我只是服從指令啊 我們如果沒有守護真理 守護價值觀 我們也一樣在犯罪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各位主內家人們大家好 我是周一方牧師 很高興我們身處這個時代 可以一同走入虛擬世界 進行冒險 相信接下來的系列課程 既會適合入門者 也會開啟前瞻性的發展路徑 既將探究相關神學 也將令您感到新鮮有趣 既要一窺元宇宙輪廓 也要分享基本具體技術 我們在此誠懇地邀請您的參與 到時候見囉 課程日期及報名資訊 請見以下 多謝 並不進行 既然你會見到 過程中